哈囉大家好 我們要進山上了 我們又要來一個很隨興的旅行 因為昨天很剛好媽媽的朋友打電話他們在聊天 然後她的朋友剛好就是在農場新開幕 靠近要往阿里山那邊的農場 在戲頂 剛好她邀請媽媽去玩 然後我們就跟著一起去 然後順便看一下山上的感覺怎麼樣 不會也蠻適合生活的勒 對那個農場他們有種一些有機的蔬菜 我想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下說 怎麼種菜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準備出發囉 我們三個人要一起出去囉 這裡是媽媽朋友的那個有機店 然後也是做全室的 那邊喝他們感覺不錯耶 那邊喝他們感覺不錯耶 因為我們阿里山的咖啡豆 它有帶點微酸 因為它是高海拔的咖啡豆 我們自己做酵素那些下角料 就是我們酵素炸再去回歸到土壤去做分解 分解以後我們再做成肥料做添加 所以這比較高感 別人要這樣做是做不起來 第一就是先骨問題 你要做出沒有農藥的話 你要有認證啊 要有這些機關來幫你做輔導 才能夠真正有取得這個有機認證 這邊都是有機種植沒有用農藥 所以就會有一些蟲療跟那個變化生病的狀況 但是這還是真的沒有加農藥的 它這邊其實山上的溫度是有比較涼一點 所以你可能要穿一件夾克這樣子 可是覺得好舒服的這種溫度喔 就不是那種很冷的感覺 但是就是很清爽的感覺 舒爽的感覺 這個雾真的很美 這邊就是一片雾茫茫的 然後感覺皮膚變很好 大家都會覺得說 週末或是說放假的時候才來山上爬個山 或是親近一下大自然 我覺得也許我們未來可能可以朝向說 看是不是可以做得比較大自然 那偶爾週末或是說下山 在下山去都市玩的 相反就對了 看這個草會一直爬一直去 這顆堵住了它這邊爬滿了 喔很快喔你看我們直接種下去它也跟著出來 喔 喔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今天吃的就是老板他们种的有机蔬菜 然后他们这个煮的超级好吃 好像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素食 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地方 这边有三张大床 然后浴室的里面 基本的配备 我们两个可能会比较想要睡外面这张床 因为他是靠窗的 想说明天如果早上太阳直接照进来的话 被太阳唤醒的感觉应该会蛮棒的 它是连那个天空老板的都是木头 都是木头的 我们来看一下四天三夜 到底会需要哪些东西勒 请问不然打带了什么东西 全部的衣物啦 因为阿里山这边比较冷 所以我们就有带冬天的外套出来 你的衣物袋 这个衣物袋里面就是 首先是五个衣架啦 因为衣架就是内裤内衣 上衣 下裤跟毛巾 你说内裤毛巾 上衣跟短裤 睡觉穿的 You're an extreme minimalist I'm an extreme minimalist What else in your back 拿你们去两本书啊 我们带了两本图书馆接的书 这样过日子刚刚好 种菜的书啦 最近对于这些大自然的东西有点兴趣 了解并不定代表说一定要去做啦 就是说我们有兴趣的东西就去学一下 因为我们有兴趣的东西也不多啦 对对对 所以就想要去了解一些 可能以前没有碰过的比较未知的东西 那这一个就是我的包包 它就是一个单间包啦 因为就是比后背包再轻巧一点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包的话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在邦格子的文章 这边就是可以挂一个我们的环保杯 然后带就是这个是雨伞 压刷 然后这个是我的充电器 充电线 笔电滑鼠 笔电 带一件羽绒外套 比较冷的 然后这个羽绒外套很方便 就是我这个口袋啊 里面就可以放那个 这边是围巾 这边是毛帽 也太后面了吧 这就是我的冬天的配备 这就是日常唤洗的衣物啦 以前也是有买过那个收纳袋啦 后来就买掉了嘛 衣服类的部分的话就是 这件就是我的一个短裤在最外面 然后就是在包着一件T恤 黑色看到 然后这包就是一条毛巾 然后就是有内裤这样子 整整这样子这样堆叠起来 洋葱式包法 一份 这就是我的那个换洗的衣服就是这样 然后我也是有仪架 跟布兰达一样的 我们刚在庭院那边就是有跟老板聊天嘛 那他也很好笑话说 在这边山上的话 就是要学会跟自己对话 要静下来是不是 等着要耐得住寂寞就对了 早上好 乖乖出去大自然看看 妈妈早 哇那边真的有河耶 今天太阳慢慢出来了 早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 最近都有睡觉前有做冥想 差别好像在这边 因为以前如果说要那么早起 的话基本上起床之后 是眼皮温很酸 算是满自然而然 就睡得很薄就醒来 就时间 居然这么早 有点吓到 而且刚好可能又在大自然的地方 但是又是完全没有就是 逼迫自己 中午了 妈妈肚子饿了就妈来煮饭 那这边呢有农场的老板 他们摘好的蔬菜 然后外面呢就是自己种的 这个蔬菜也太好吃了 我觉得蔬菜才好吃的 清椒 请问你要去哪里 去采个秋葵 好 那么就跟着维尼一起去采秋葵吧 这边也是农场主人他们的菜园 这边有猫猫床诶 那这边都有蜘蛛吗 蛤 蜘蛛啊 超大蜘蛛 哇 好大 越多大杰 这边越来越有口水了 事情就是只要有精力练习 就会越来越好吧 大方烧 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戴这个东西 这边山上的日照很充足 而且我觉得这个帽子 如果说你戴鸭舌帽 或其他的帽子的话 其实你的头会闷的 可是斗铃的他其实很轻巧 而且很透气 所以他其实戴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说你头会越来越湿 然后汗积在头上 不会 因为我们其实是不喜欢戴帽子的人 对 然后这样其实好像真的 遮痒的效果还不错 大家看这边的风情真的很赞 哇 这边就是树嘛 然后草 然后跳过去那边就是山 绵绵不远的山 然后山的上面就是 白云 铺蝶在上面 对 那个白云潮在 你上去的话你整个是 全部都是蓝色的天空 今天是我们在山上待了第三天了 叫做feel feel calm 这边真的很容易静下来 有时候很爱想太多啊 失去很烦觉得什么很乱 但是这边并不是说 让你来这边逃避 我们该面对的责任跟负担 都是必须要去解决一些面对的啦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以带着一个 比较平静沉静的心 然后回去面对我们的工作跟责任的话 可能就会处理得更好 诶 有蝴蝶 蝴蝶跟刚刚看到那个蜘蛛啊 其实都是属于害虫之类啊 哦 是哦 不过我们也不能说人家是害虫啊 明明是我们要自己种植物拿来吃植物的 我们在种植的时候 就大家会想说 都会有虫啊 吃掉我的农作啊 然后害我就是收成不好 或者说收成变少 如果抱持着一个 你有吃到就是多赚的 对 就是说我们是共享这个植物 我们种了之后就是说 诶 分享给别人 分享给自己之外 那我们也分享给这些大自然的伙伴们嘛 这片土地照顾我们 所以我们也要回馈这片土地 我们要不然讲得有点太理想了 我吃就不够了 我还要买呢 我当然种菜就是 一定是非常辛苦 而且那种辛苦应该就是我们一般都市人 我们一般怕怕垃圾能够 知道的辛苦 你说对 像在这种日照之下 你要在农地里面晒一个小时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 可能要弯腰啊 然后要抬东西 抬肥料啊 浇水啊 拔草啊 种菜 然后种苗啊 而且土壤都是不平坦的嘛 所以说你踩不稳 可能又跌倒 然后可能又有虫 会虫叮 所以这些农夫提供蔬菜啊 然后米饭啊 面给我们吃 嗯 真的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作 真的 在这个土壤里面有那个蚯蚓喔 蛮酷的 蚯蚓它的粪便可以做很棒的 那个天然的肥料 而且它可以帮忙松土 哦 是哦 所以你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土感觉很棒耶 摸到这个土了 所以主要是说可以练习 接触大自然 亲近这个土壤吧 因为当然说现代人比较忙碌啊 或是当然时间也没那么多 当然也比较懒一点啦 那这样的话其实很方便是说 但是现在网路又这么方便 对啊 市场也卖很多菜 所以我们通过网路其实也都可以买到这些有机的产品 其实也算方便啦 然后又要健康 那其实我们只要付钱就好 对对 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感谢他们啦 然后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信号 我们又可以更有动力去做我们现在的工作 然后一样也可以去贡献这个社会啦 对 去贡献那样子 对啊 那这样就是一个好的循环了 嗯 そうですね 是的 现在我们这一趟要来身上的一个收货 对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